好, 開始了 開始了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四哥 好久沒見 近來在BB Channel 訂了一些本地藍美套裝 很快就收到 打開來看看吧 長洲慶法記 藍美套裝 生細鴨腸 臘肉 黃金臘腸 臘腸餅 這裡有生細鴨腸 有日本櫻花蝦 還有我覺得很特別的就是乾蝦臘腸 的色很漂亮 還有這個我最愛的黃金臘腸餅 嘩, 是不是很漂亮呢? 嗯, 這麼多藥味 我要怎麼煮呢? 我記得很多朋友都問 四哥, 你什麼時候教我怎麼煮這個 辣味烤鴨? 不如這樣呢 今天不煮烤鴨 煮鴨腸好嗎? 小小隻, 又容易吃, 又容易分 就如這樣吧 好了, 先介紹一下材料 大家有沒有看到桌面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配料 這些那些 不用急 不用急 一會我逐一件事 和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時候用 是怎麼用的 當然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 有鴨腸 有這個黃金 臘腸餅 和螺米 大家要記住 螺米是因為很難熟的 我們一定要用水浸住 五個小時以上 一會我們蒸的時候 就比較快熟 這裡的配料 我們就分開三種不同的做法 第一就是調味料 第二就是生醬 第三就是上皮水 好了, 先教大家做第一個配料 我們有一間的糖 還有一間的沙薑鹽焗雞粉 沙薑鹽焗雞粉 因為沙薑鹽焗雞粉 因為已經有鹽了 我們就不再加鹽 少許 少許的五香粉 之後我們有八角 割一粒 我們有陳皮 陳皮之前就用水浸好 我們就切少許的 不要太多 我們有香葉 因為我們有兩隻 這個鵪鶉 我們就剪一半 加上就是這個 甘草 甘草我們都不需要太多 我猜四分一 一隻就可以了 我教大家做的就是做一個生醬 那這裡有 一茶匙的 芝麻醬 然後呢 就一茶匙的 柱厚醬 還有一茶匙的海鮮醬 拌勻 就可以了 那好了 現在到第三樣東西 就是做這個皮水 這裡已經有座熱好的這個麥芽糖 我們會放一杯白醋 一杯紅芝麻醬 還有一杯紅芝醋 OK 這樣呢 就會放少許的花雕 調一調味 還有一杯紅芝麻醬 還有很少的梳打粉 那 那 啊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就可以了 下一個步驟就是 把這些 鹹蛋 臘腸餅 和糯米一起蒸 那 兩隻鵪鶉 我們就用 一個 鹹蛋 和 臘腸餅 就夠了 這樣就蒸 二十分鐘 這麼快就蒸好了 哇 好煙啊 臘腸 和糯米飯 蒸好之後 就切碎 拌勻 加少許的蠔油 和麻油 將剛才準備好的醃料 生醬 和糯米飯 做樣做樣做樣 放入 鵪鶉的套 之後用牙籤 封住 然後再用繩紮 扎著 炸的時候就會很漂亮 好了 這個時候 用熱水 滾一滾 滾一滾 去去些油 之後就是上皮水 拿支素 掃勻全身 最後步驟 就是打開風扇 吹乾去 大約半小時 就是這樣 好了 準備氣炸 首先炸背部 5分鐘 180度 之後就把它反轉 炸15分鐘 都是180度 炸好了 看看 哇 是不是很漂亮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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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做月 南美飯 鵪鶉 咦 還沒著 哎呀 還記得還有一件事 還要跟大家示範 等等等等 好了 我回來了 這個是我新買的玩具 Smoke gun 煙燻槍 煙燻槍 好玩的 這裡有 Apple wood smoking chips 是一些 蘋果樹的 一些木碎 首先把木碎 放在 這個 一會兒要燒的位置 不用太多的 少少就可以了 好 這個鍋子 就蓋住 這個位置給大家看到的煙 這個是出煙的位置 先放在這裡 好了 下一步 就是要點火了 那我的老餅也是用傳統的食材,火柴 嘩,是不是很棒呀?吃到仙境似的 差不多了,煙就進去了,我們就同機 那我猜幾分鐘吧? 這個可以拿走 嘩,是不是很棒呢?像仙境似的 嘩,很重的煙味,很棒 是不是很漂亮,很吸引呢? 大家都嘗嘗做吧 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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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讓我看看 好,謝謝 好,謝謝